但是呢没想到在澎湖有民众就真的拍到了天空当中 你看到出现了两个太阳这样子的奇景 有网友呢就很热烈的在网路上讨论 有网友就说是不是这是世界末日要到了 还有人说是有外星人要入侵地球要赶快来逃命 但是这让专家特别解释了 他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而且难得一见的幻日现象 地球不会毁灭请民众要放心 画面上两个太阳像是男女朋友紧紧的靠在一起 这是澎湖有民众在马公关一平旁 随手用手机拍下的黄昏美景 马公气象站主任许天生表示 这应该是罕见的幻日现象 幻日它就是那个云是冰晶云 然后太阳一个太阳照射以后 然后经过冰晶云反射 然后又一个折回来这样 民众把两个太阳的照片po上网站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可能是太阳东宫和月亮婆婆正在交班 也有人说难怪澎湖紫外线这么强 也有人质疑是不是手机特效拍出来的效果 许天生表示 其实多出来的太阳是虚像 能用手机捕捉到特殊的日晕 运气很不错 其实这边已经很少看到太阳 还一直看到两个太阳 已经拿手机赶快拍出 对啊 一直觉得哇塞 只会有两颗太阳 照理讲换日会稍微有一点距离 两个太阳那么近 这个比较少见 原来两个太阳只不过是一种大自然现象 不是世界末日或是外星人入侵 所以民众不必太过紧张 记得苏文章澎湖报导